据说现在好多小年轻都不过夫妻生活了 要么是压力大 要么就是沉迷手机没时间进行 但还有一种特别的 那就是双方之中有一个性冷淡 很不幸 赵毅的情况就属于后者 他老婆李欣虽然是个大美女 但却在那方面极其冷淡 每天怎么挑逗他摸他 他愣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大家好 我是侦察院频道主播老黄瓜 接下来继续讲述今天的故事 李欣是个芭蕾舞老师 自己开了个舞蹈班 因为他长得特别美丽 身材也十分完美 穿着舞蹈服看起来 上下该圆润的两处非常圆润 该纤细的地方又十分纤细 不仅男人看了冲动 就连不少女人都觉得他太漂亮了 别人以为赵毅夜夜幸福 谁知道他每晚都寂寞无比 别的浑身难受 可回家以后 赵毅怎么碰李欣 李欣都跟死鱼一样 只喊跳了一天的芭蕾舞很累 不让他行使丈夫的权利 还问他是不是男人和女人之间 除了这个就不能干别的事情了 慢慢的也搞得赵毅索然无味了 但他相信李欣没有出轨 因为他跟李欣上高中时就认识了 因为是同桌 上课时总喜欢聊天 李欣告诉赵毅 他是天生性冷淡 对那个没有感觉 赵毅当时还笑着跟他开玩笑 说他又没有让人摸过 怎么知道自己真的是性冷淡 赵毅说除非让他摸摸他才相信 没想到李欣真的同意了 赵毅把手放在李欣的腿上 从膝盖一直往上摸 当时是夏天 李欣穿的是短裤 细嫩的皮肤在他的手里 又滑又细 随着赵毅的深入探索 李欣到底什么感觉他不知道 反正他觉得在教室里 当着老师的面摸李欣 既紧张又刺激 那种感觉真是形容不来 后来赵毅把手摸到了 几乎快不能摸的地方时才停下 李欣说他确实一点感觉也没有 谁知道婚后却不幸福 某次跟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喝酒时 赵毅忍不住跟到豆子似的 把这事说了出来 大到苦水 朋友听完以后 直接给了他一包粉色的药 让他想办法把这个给他老婆喝了 就算那方面在冷淡 那也保准当晚拿下 这句话一落在赵毅耳朵里 顿时叫他酒醒了半分 问朋友这是什么玩意 朋友说这就是夫妻之间的保健药 有失防事不顺利 总得找点乐趣 喝了这个保证一晚上爽到极点 他这是客户订的保健药 一直反馈都挺好的 今天本来打算晚上给客户送过去 就先给兄弟急用了 朋友非常仗义的直拍照一肩膀 说他这个客户老婆也长期没有幸运 后来他为他老婆喝了点 平时不主动的他 居然一晚上要了好几次 搞到第二天腿发软 赵毅听了以后 忍不住在脑中幻想了今晚的幸福生活 李欣喝了自己给他的药以后 穿着朦胧的青纱 玉体横沉的躺在床上 眼中丝丝魅惑 哑声嗲气不停地催促自己快点要了他 随后赵毅饭都吃不下去了 直接结账走人 他决定今天晚上 就给李欣试试这款朋友推荐的猛药 急急忙忙赶回家 赵毅就按照朋友告诉他的用法用量 准备弄一杯给李欣回来喝 他轻轻打开了那包药粉 颤抖着双手 一点一点地倒了进去 很快 这些药粉就在水里化开了 可是随后赵毅就发现问题了 这些药粉有颜色的 放在水里太明显了 李欣一定会问这是什么 但赵毅又不好意思直接跟他说 他们俩一直是相敬如宾的一种状态 如果直接告诉李欣这是调情用的药 别说他会不会喝下去 弄不好还会跟自己大吵一架 想到这里赵毅就犯难了 如果现在放弃 他又实在忍不住 整天全靠看片解决 那谁受得了 急得赵毅在家里团团转 干脆给朋友张峰打了电话 问这药怎么用颜色 他怎么给他老婆喝 张峰就纳闷了 说那是他老婆 他们俩怎么就不能坦诚的沟通一下 赵毅说他不好意思 他搓着手 挺不要脸的请张峰给他出出主意 张峰是开情去用品店的 平时见的客户多 脸子也多 张峰听了以后 知道赵毅脸皮薄 干脆大大咧咧的给他出主意 张峰让赵毅找一支针管 往饮料里面注射进去 然后偷偷叫他老婆喝下去就行了 赵毅一听这个主意好 李欣肯定看不出来 顿时欣喜若狂 但随后又问张峰 这药是不是真的没问题 别给喝坏了 虽然赵毅挺饥渴的 但老婆终究还是自己的 就跟开车一样 得保养好才行 赵毅说有时他看一些新闻 说有一种药叫做乖乖水 喝了就能任人摆布 但事后有巨大的副作用 千万别试这玩意 张峰说没问题的 他怎么能害兄弟的老婆 这个很安全 说完话他就挂了电话 应该是有客户来了 听张峰信誓旦旦的保证 赵毅一咬牙 找了一个针管 从饮料瓶里抽出部分饮料 对上了张峰给他的药 注射了进去 把这个事情搞定了 赵毅感觉自己都要虚脱了 甚至有一种罪恶感 但为了李欣肯跟他上床 他又把这种罪恶感给压下去了 没一会功夫 李欣回家了 今天的李欣 一进家门就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紧身衣 胸前一片雪白 脖梗很长 细嫩的肌肤如同玉作的一样 那件紧身的衣服 把李欣的身体包裹得格外美艳 突出了很圆的地方 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 加上他是个舞蹈老师 真的是又软又柔 气质也很棒 别看夫妻这么多年了 赵毅现在看他也非常有感觉 李欣问赵毅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接着又问赵毅能不能帮他拿一下拖鞋 李欣声音一嗲 害得赵毅只冷了起来 拖鞋今天洗了 还在阳台上 赵毅马上把拖鞋给他拿了过来 李欣一边脱脚上的小白鞋 一边扶着门 微微下蹲 臀部撅了个高 看得赵毅受不了了 直接用手忍不住拍打了上去 说老婆今天好骚 忍不住 他先说了骚话 虽然已经老夫老妻的了 李欣还是不太乐意 用手轻轻的推了赵毅一把 漂亮的小脚踩着拖鞋就进屋去了 看着他那诱人的背影 赵毅真恨不得现在就为他喝饮料 李欣一进卧室 就躺在床上不想动了 赵毅拿着一瓶可乐 叫李欣饮料 说是自己顺路给他买的 说着直往李欣手里塞 谁知道李欣却不肯喝 说他不喝碳酸饮料 喝这个热卡高 而且湿气重 老公最好也不要喝 听到李欣的话 赵毅就傻眼了 连忙说喝一点也没有关系 天气这么热 解解渴 李欣非常狐疑的看着赵毅 问赵毅怎么老让他喝饮料 有什么目的 无视献殷勤 说着李欣就把可乐退还给了赵毅 说什么也不肯喝 再说就要生气了 但李欣的话还是把赵毅吓了一跳 估计是他太着急了 让李欣觉得有问题 这下赵毅更不敢硬塞了 只好假装镇定 说他能有什么问题 老婆今天好漂亮 他想跟老婆爱爱 一个月一次 这个月该 既然李欣不肯喝 赵毅又实在忍不了了 直接扑上去抱住了李欣 使劲在他柔软的臀上蹭 李欣被赵毅蹭脑了 用力把赵毅给推了下去 说他今天已经很累了 老公还要为难他 老公到底还爱不爱他了 赵毅问爱是不是就不能碰他了 赵毅也突然冒了火 一个月才能一次 可每个月他都有借口 搞得快一年一次了 这把火让赵毅冷静不下来 也把李欣给吓坏了 趴在床上呜呜的大哭起来 说赵毅真没良心 当初嫁给他 他就说不介意自己这点 现在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 顿时赵毅就支棱不起来了 他叹了一口气 去另外一间卧室里睡觉了 真是难熬死了 闷热的空气里 赵毅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他都快被熬死了 熬得油尽灯哭了 长期没有性生活 他整个人就像是丢了魂似的 连马路上的母狗都忍不住多看两眼 这叫什么事 第二天礼拜 赵毅起来就觉得浑身憋火 陈伯反应压都压不下去 心头也是一股恶气 但李欣就跟没事的人 直接去了舞蹈班了 一直到了下午两点多 赵毅坐在沙发上看手机新闻 却听见有人开门的声音 抬眼一看 原来是李欣回来了 跟他一块回来的 还有李欣的学生罗琴 李欣开了舞蹈班 偶尔他会从家里搬东西过去 一个人搬不了 就让他的学生过来帮帮忙 罗琴就是经常来家帮忙搬东西的那个女孩子 赵毅跟罗琴打了声招呼 罗琴说好几天没见 师叔有没有想他 罗琴一直称呼赵毅叫师叔 这是他对赵毅的戏称 因为常来 他们也熟了 罗琴擦了一把头上的热汗 往屋子里开窗户的地方走 外面的天热 出了不少汗 衣服都粘在了他的身上 那凸翘的身体 顿时在赵毅眼前欲隐欲现 他似乎发现 罗琴今天好像是真空的 他直接就受不了了 其实罗琴的相貌也不差 一直跟随李欣学习芭蕾舞 身材也非常棒 加上年轻 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和李欣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类型 长长的双马尾更叫他看起来可爱极了 罗琴问赵毅有没有喝的东西 罗琴来赵毅加好多次了 一点也不客气 直接自己走到冰箱门前 打开就拿东西喝 赵毅被罗琴给吸引了 刚反应过来 就发现罗琴已经把他昨天放冰箱的可乐 给拿出来 拧开盖子喝了一口 赵毅看见罗琴喝了那瓶饮料 慌死了 忍不住喊他不要喝 罗琴也被赵毅吓了一跳 一脸疑惑的看向了他 赵毅一事半会想不出借口 李欣又抱着一堆舞蹈服走了过来 对赵毅说罗琴只是喝了他一瓶可乐 叫这么大声是不是想吓死人 随后叫罗琴随便喝 别管他 李欣可不知道赵毅在里面放了夫妻保健药 示意罗琴别理他 罗琴笑哈哈的说师叔怎么那么小气 赵毅看着面前的李欣 实在不敢说出真相 只好说他老师昨天说女孩子喝饮料不好 对身体不好 罗琴说他不怕 他顽皮的跟赵毅眨眨眼睛 端起饮料瓶子 咕嘟咕嘟的一口喝光了 那细长脖子不住吞咽可乐的样子 看得赵毅真是心惊胆战的 他真是后悔死了 早知道昨天就把饮料给倒掉了 过了一小会 罗琴的脸上就开始表现出不自然的神情 他的脸渐渐发红了 面色春潮 鼻子里不住的冒热气 走一步路都忍不住发出嗡的声音 赵毅看罗琴现在情况这么不对劲 吓得他直咽吐沫 要是被发现了 那他可就惨了 李欣赶忙过来查看 问罗琴怎么了 罗琴说他好像中暑了 他好晕好难受 可能下午不能跟老师去上课了 罗琴坐在沙发上 胸前气气浮浮的 好像喘不过气来了 李欣问怎么好好的突然就中暑了 他看不出罗琴不对劲的表现 只是抬眼看了一下墙上的钟表 就叫赵毅先照顾罗琴一下 等会他好点 帮他叫个车送他回家 自己先去上课了 学生们都该来了 赵毅生怕出问题 想叫李欣别走 可李欣却着急回舞蹈班 根本不理他 罗琴说师叔就送送他 他好难受 师叔可不能不管他 罗琴却在这时 眼神迷离的看着赵毅 李欣觉得把罗琴交给赵毅很放心 抱着一堆舞蹈服就走了 刚出去 罗琴就叫赵毅快点过来看看他 他这是怎么了 喘不上气来 好难受 罗琴仰躺在沙发上 美丽的双腿不住的摩擦 仿佛想要缓解一下燃眉之急 罗琴越看赵毅 眼神越不对劲 拉住赵毅的手叫他查看自己的情况 罗琴说他突然心跳的厉害起来了 为什么会这样 师叔快帮帮他 罗琴一把拉住赵毅的手 使劲按在了他的心口上 用力的压住了赵毅的手 就在这一刻 罗琴发出了长长的呻吟声 说师叔的手碰到他 他好舒服 一下什么都不难受了 赵毅叫罗琴喝点凉白开结束 他慌忙想要给罗琴喂点水 说不好能缓解一下 可罗琴却叫赵毅不要离开 他轻轻的叫赵毅过来 坐在他身边别动 赵毅下的一动不敢动 就在这时 罗琴双手环抱他的腰 举止火辣 那一瞬间 赵毅就彻底被他给制服了 浑身直打哆嗦 后面的事情 水到渠成 罗琴热情似火 一整个下午都没放过赵毅 这才把药力挥霍一空 赵毅因为常年没有性生活 憋得太难受了 面对罗琴的挑逗 几乎毫无抵抗之力 等罗琴恢复了 赵毅才反映过来自己到底干了什么 他居然用要把理心的学生给 一股巨大的罪恶感弥漫到了他的心头 而罗琴却哭哭啼啼 说赵毅给他下药了 否则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罗琴这样说 赵毅就吓坏了 因为他真的在饮料瓶里放了东西 但那不是给罗琴喝的 他叫罗琴千万不要把这事说出去 否则他就完了 罗琴说师叔得负责 他还是个黄花闺女没嫁人的 师叔把他给那个了 他要告诉老师 赵毅下的直央求罗琴 说他只要不告诉他老师 他让自己干什么都行 他老师性冷淡 别得自己难受 否则也不会控制不了自己 在赵毅的万般哀求下 好不容易哄的罗琴答应了他 罗琴这才哄着眼睛走了 晚上理心回来之后 赵毅破天荒的没有什么欲望 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了 一连三天 罗琴都没有联系赵毅 正当他以为事情过去了时 结果该面对的终于来了 罗琴说今天他想出去逛街 问赵毅能不能陪陪他 赵毅说这不大好 他已经是有家世的男人了 再说他老婆还是罗琴的老师 要是让人发现了可不好 可这些话罗琴一点也不同意 说他这个人怎么这样 是不是提起裤子就不认账了 罗琴威胁赵毅 说要是师叔今天不来陪他 他就去告师叔强奸他 这话可把赵毅给震惊了 但仔细想想 是他有愧在心 做了对不起罗琴的事情 那去安抚他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无奈之下 赵毅只好出去陪罗琴逛商场 等见到了罗琴 没想到他一点也没失身之后的痛苦 反而挺开心的 为了补偿罗琴 赵毅给他买了好多东西 包括化妆品 名牌包包什么的 赵毅以前投资了一家公司 家底还算厚 给罗琴花点钱倒也没什么 可赵毅走在商场里 总觉有双眼睛在盯着他 感到后背发凉 就在罗琴挽着他的手 甜蜜的表情布满脸上时 忽然赵毅看见一个人快步走了过来 直接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 赵毅没想到 李欣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出现在了商场 把他跟罗琴在一起的一幕 看得清清楚楚 现在满脸都是泪水 痛苦的看着他和自己的好学生 赵毅被李欣这一巴掌打懵了 甚至都忘记了把罗琴的手拿来 现在这个样子 真是跳到黄河也解释不清楚了 赵毅对李欣解释说 事情不是他想的这个样子的 李欣说他不想听赵毅任何的解释 赵毅跟谁不好 居然跟他的学生在一起 随后李欣丢下离婚两个字 就哭着跑了 深深的自责让赵毅目瞪口呆机 过了好一会 他才想起去追李欣 罗琴教了赵毅两声 但赵毅没办法停下脚步 回到家里 赵毅发现李欣锁着卧室的门 在里面哇哇大哭 多年的感情一幕一幕的浮现在赵毅的心头 他始终还是放不下李欣的 李欣一直是他的挚爱 赵毅叫李欣开门听他解释 他承认他犯了一个错误 但他心里只有李欣 罗琴的事情是因为 赵毅没有什么底气 可李欣的脾气更大 说他不想听赵毅解释 就因为他不肯跟赵毅过夫妻生活 赵毅就去勾引他的学生 这个婚礼定了 赵毅眼里只有那事 简直是个禽兽 赵毅本来挺难过的 没想到李欣提这事 如果他能够好好的跟自己过夫妻生活 不至于自己给他放保健药 那也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了 赵毅说他也是个男人 有正常的需求 一年两三次 每次李欣都跟挺尸一样 叫都不会叫 他又不是圣贤 整天都给他憋坏了 这才犯了错误 砰的一声响 赵毅好像听见了李欣砸东西的声音 李欣叫赵毅滚 他不想再见到赵毅 赵毅说滚就滚 他也是说了气话 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拿 转身气冲冲的离开了家 他感觉他的家庭瞬间支离破碎了 离开家之后 赵毅犹如丧家之犬 根本没地方去 正好罗勤给他打电话 问师娘有没有生气 但这是他怎么能不生气 赵毅说他们可能要离婚了 现在他不在家 对于罗勤赵毅也只好如实相告 听到赵毅可怜兮兮的说话声 罗勤干脆叫赵毅来他家 没地方去 赵毅只好去了罗勤家暂居 等晚上时 罗勤就换了一件情趣内衣站在赵毅面前 肆意的勾引他 罗勤问赵毅他这个样子不美美 师叔要是喜欢 就来摸摸他 罗勤穿着黑色的蕾丝衣服 缓缓半跪在床上 向赵毅爬过来 赵毅多年未曾发泄过的火焰 立刻高涨了起来 因为常年累月的禁欲 现在罗勤微微一勾引他 就让他干柴烈火 这一晚上 没少折腾 暂住在罗勤的家里之后 一开始赵毅感觉还是挺好的 毕竟可以享受到正常男人该享受的东西 而且罗勤和他年纪相差挺多 在罗勤的身上 他更多的能够找到年轻的感觉 但时间一长 赵毅就觉得不是滋味了起来 首先 罗勤的需求是无止境的 并不仅仅包括在那方面 更多的是物质上的 今天不是要给他买个手机 就是化妆品 衣服包包什么的 同时罗勤老问赵毅何时离婚娶他 还叫赵毅准备车和房 说他投资的那家公司发展那么好 他肯定能买得起那些的 罗勤的要求太赤裸了 再说赵毅虽然投资了一家公司 但也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公司 动辄好几百万的现金 也不是一下就能拿出来的 罗勤越逼赵毅 赵毅就越怕跟他在一起 而李鑫从来不会和赵毅提出这么多要求 他更喜欢的是自力更生 偶尔只是叫赵毅出去吃一顿浪漫的晚餐而已 最重要的是 罗勤叫赵毅老公时 那个声音不对 每次听到这些 赵毅就想起了李鑫 趁着罗勤睡着时 赵毅偷偷给李鑫打个电话 希望李鑫能原谅他 叫他回家 但李鑫那边的态度很冷漠 毕竟赵毅做了让他十分伤心的事情 他叫赵毅别给他打电话了 他真的很恨赵毅 也不想再听到赵毅的声音了 听到这些话 赵毅不仅不生气 还挺高兴的 因为李鑫说恨他 就说明还爱他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要是李鑫说已经无所谓了 那赵毅才害怕 赵毅告诉李鑫 他这几天老想起以前 他们一块谈恋爱时的事情 那时他就感觉李鑫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了 其实他心里只有李鑫 要是李鑫给他个机会 他肯定再也不会犯错误了 希望李鑫能原谅他 那边的电话里 传来了李鑫乌业的声音 他终于松了口 叫赵毅回来 听到李鑫答应叫自己回去 赵毅心里满心欢喜 可刚一转身 就发现罗琴不知道何时起来了 目露凶光的看着他 赵毅形容的一点没错 别看他是个大男人 被罗琴的眼神还真的有点害怕的 就像是一只恶狼似的 罗琴问赵毅刚才给谁打电话了 赵毅刚想说话 罗琴又说他听出来了 赵毅给他老婆打电话了 罗琴告诉赵毅 他别妄想再回到他老婆的身边 如果他敢抛弃自己 不给自己买房买车 就杀了他 这话真可怕 赵毅没想到罗琴居然是这个样子的 他只好安慰罗琴别生气 他肯定不会亏欠罗琴的 哪怕是把自己公司的股份给他 自己也会弥补他的 罗琴说这还差不多 叫赵毅赶紧过来睡觉 罗琴嘟囔了一句 阴晴不定的看着赵毅 把罗琴糊弄过去了以后 赵毅谎称要去公司 偷偷回到了家 可刚用钥匙开门 就发现门锁换了 而那门锁是新的 显然就是刚换的 地上还有包装盒的碎纸 这赵毅就不明白了 李欣明明昨晚答应过他 让他回来 怎么突然就改变新意了 赵毅在门口叫着李欣 让他把门打开 里面李欣疲惫的叫赵毅走 别折磨他了 他快气死了 赵毅要是真的那么喜欢罗琴 他放赵毅离开他 他什么都不要 只求安静点 再往后 说什么也不给赵毅开门 赵毅特别绝望 只好约张峰出来喝酒 推杯交斩 赵毅一下就火了 他问张峰给他的是什么破药 害得他连家都没有了 现在他要离婚了 他老婆迟早一天 要变成别人的老婆 想到李欣跟他离婚了 要是再婚 赵毅就要气死了 张峰听了以后 感到不可思议 问他是不是上当了 赵毅问什么意思 他瞬间只冷起了耳朵 张峰说自己给赵毅那药 真不是什么下三烂的药 就是提高欲望的普通药 有利于夫妻之间的生活 服用了以后 就算再怎么想要 但绝对不会失去理智的 那个罗琴肯定是故意勾引赵毅的 要是他真卖那些迷药 他早进去了 这话倒是提醒赵毅了 张峰开的那个情趣用品店 可是正见齐全的 如果卖下三烂的药 一出事他就跑不了 再说眼下出了这种事情 张峰也没必要骗他这些 赵毅感觉自己受骗了 气呼呼的回去找罗琴 刚进屋 他就看见罗琴在沙发上玩手机 罗琴说一身酒胃 难闻死了 赵毅问罗琴怎么还嫌弃他 说完话 他就假装要抱罗琴 谁知道罗琴十分嫌弃的躲开了赵毅 顺手把手机放在桌子上 去卫生间了 说自己洗澡 一会他酒醒了再说 赵毅一看罗琴 就不是真心爱他 气得他浑身打颤 正好看见罗琴的手机没关 拿起来一瞧 原来他正在跟李欣聊天 只见罗琴说的话 全是挑拨赵毅跟李欣之间关系的话 而且有些分明就是想往死里弃李欣的话 罗琴说赵毅在李欣身上找不到快乐 可跟他在一起就不一样了 听说李欣性冷淡 怪不得赵毅在他这就跟个猴子似得及 下窜下跳得虎虎声威的 还是他有魅力 赵毅说了要跟李欣离婚 李欣赶紧从家里滚出去 房子给他们腾出来 罗琴整天都在骚扰李欣 言语之中 时刻透露着一个信息 那就是赵毅要跟他结婚了 房子在赵毅名下 叫李欣快滚 看着这些话 赵毅快起炸了 且不说房子到底最后会归谁 就说现在他还没跟李欣离婚 罗琴这样欺负李欣怎么就不怕报应 可怜的李欣本来就不会吵架 现在悲痛欲绝 直说放过他 已经害得他整天睡不着了 要得抑郁症了 赵毅心疼坏 而且他还发现罗琴跟朋友们的聊天里 却时常提到一个词 那就是海警房 这让赵毅猜测 罗琴接触他的最初目的 就是想要拆散他跟李欣 然后给自己买套房 都怪赵毅自己 一时猪油蒙了心 前后反思了一下 罗琴想要勾引他 恐怕不是一天两天了 要不为什么每次去他家拿东西 罗琴都愿意白出力气 而且每次去他家 都穿得那么薄 是不是故意给他看 有几次李欣跟赵毅提过 他和罗琴聊天时 把赵毅的一些信息透露给了罗琴 本来是为了聊天 可罗琴老说赵毅能干 嫁给这样的男人真是太爽了 房子车子什么都有了 所以嫁就要嫁给年纪大的男人 如果嫁给年轻人 还得一起奋斗 多苦多累 这下赵毅全明白了 但罗琴是个狗皮膏药 沾上了就踢不开了 再加上罗琴老威胁他要报警 他真是被罗琴给套住了 思来想去的 赵毅脑袋快要炸了 隔了两天 李欣叫赵毅去跟他离婚 赵毅把罗琴也叫过去了 因为他想把事情解决掉 去民政局之前 赵毅请李欣和罗琴一起 在附近的咖啡厅里坐坐 罗琴就吵着要先跟李欣谈房子 和存款的归宿问题 罗琴说自己叫李欣一生老师那是看得起他 反正现在自己跟赵毅在一起了 那就得为以后的生活考虑 房子是赵毅的 李欣开的车也是赵毅的 可李欣连碰也不让碰一下 最基本伺候男人的事情都做不好 他怎么还有脸分家 他就应该净身出户 赵毅没说话 李欣已经被罗琴给弄得精神状态很不好了 李欣对罗琴说自己什么都不要 他赢了 自己把老公让给他了 罗琴说这还差不多 他喝着咖啡 就像是个贵妇 就在这时 张峰匆匆的跑了进来 对赵毅说不好了出事了 赵毅问怎么了 罗琴也盯着眼前的张峰满脸疑惑 张峰说他们投资的那个公司出问题了 上午赵毅不在 他们的产品吃坏了一个客户 人都死了 家属把公司们都堵了 要赔偿两百万 赔偿是小 但经销商听到这个消息前来退货了 这一下公司要倒闭了 还得欠银行几百万的贷款 他得跟着一起还债 赵毅大叫一声 直接跳了起来 一拍脑门险些晕了 好半天缓不过神来 要往地上摔 李欣急忙过来搀扶他 而罗琴却急忙站起来 跟他拉开的距离 赵毅缓了缓神 告诉罗琴这下他们可完蛋了 公司没了 还欠了一屁股债 他还不了要变成老赖了 赵毅问罗琴有没有钱 借给他先先把窟窿堵上 罗琴说他能有什么钱 然后他问公司是不是真没了 赵毅说没了 贷款还有不少 全完蛋了 罗琴说他们就别结婚了 赵毅可千万别把他拉下水 还好没领证 罗琴变脸比翻书还快 提着赵毅给他买的名牌包包转身就走了 赵毅问罗琴是不是真不结婚了 他还指望罗琴跟他一起还债 叫了几声 罗琴跑得更快了 李欣看赵毅面色发白的样子 却于心不忍 说他这里还有点 叫赵毅先拿着用 不知道够不够 李欣的话让赵毅万分感动 麻将搭子还是原配的好 赵毅说他都成这样了 老婆还能借钱给他 他不要 他活不成了 死了算了 李欣连忙叫赵毅别这样 以后还有机会东山再起 赵毅说除非老婆答应不跟他离婚 然后再原谅他 否则他现在出去就让车撞死好了 看赵毅行死密活的 被打击大了 李欣万般为难 最后一咬牙 说原谅他了 他千万要挺住 听到这话 赵毅跟张峰同时松了一口气 张峰说他演技还行 把嫂子也给骗了 李欣没见过张峰 一脸的诧异 赵毅却单膝下跪 告诉李欣 张峰是他一个朋友 今天的事是他骗罗琴的 他心里真的只有老婆 他不愿意跟老婆离婚 才想出这个办法的 求老婆跟他一起过日子 李欣惊呆了 看了赵毅好半天还没回神 过了好一会 才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原来这些天李欣过得也很不好 他非常懊悔把赵毅赶出了家门 才让罗琴有计可乘了 只见李欣捂着嘴巴 哭得不能自已 对赵毅说他以后千万不能再犯错了 否则自己真的一辈子都不原谅他 赵毅和李欣紧紧相拥 又过了一段时间 在张峰的建议下 李欣去医院做了治疗 性冷淡的毛病减少了很多 让赵毅过上了特别幸福的日子 李欣还说他现在才明白做女人的滋味挺好 可赵毅却想 其实夫妻之间 有事情更应该多去交流 有问题也要找医生 而不是乱用药 张峰送给他的药 赵毅全扔垃圾桶了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